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莫厨房 我是小莫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牛肉特别过瘾的吃法 肉质鲜嫩,香辣解馋 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这是我今天早上花了30块钱 在市场上买了一块牛肉 特别的新鲜 先把它切成大块 然后放入大碗中 加入清水,给它浸泡两个小时 清水的量要冒过牛肉 这样就省去了焯水的步骤 而且做出的牛肉口感比较鲜的 更好吃 两个小时后牛肉已经浸泡好了 倒出里面的血水 然后再用清水给它冲洗干净 洗至清水就可以了 然后控水捞出 然后再切成薄片 切好后收入盘中 再加入料酒 生抽 盐 戴上手套给它抓拌均匀 像这样把它充分的抓拌均匀 抓拌均匀后再加入一勺淀粉 再次的把它充分抓拌均匀 抓拌均匀后放在鱼旁腌15分钟 下面再来切些配菜 准备青红椒切丝 切好后收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颗香菜切段 切好后收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颗大葱切段 然后改刀切片 切好后收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把大蒜拍碎 然后再切成蒜末 切好后收入盘中备用 这时候牛肉也腌好了 锅中烧水 水添后下入牛肉 一片一片的下入 煮6分钟 牛肉不要煮了太久 煮了太久口感就会发财 不鲜嫩了 6分钟牛肉就煮熟了 因为切的片很薄 然后控水捞出 再倒入大碗里 加入蒜末 葱段 辣椒 再加入一勺白芝麻 浇上热的花椒油 激发出蒜香味 然后再加入生抽 然后再加入生抽 蚝油 香醋 醋要多放油 白糖 盐 再淋上一点小茉香油 增香 再加入一勺辣椒油 放上香菜段 然后戴上手套 充分的抓拌均匀 抓拌均匀 装入盘中就可以美美的食用了 这样一道蒙的热条牛肉就做好了 肉质鲜嫩 香辣入味 做法简单 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 转发 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我每天都会发布不一样的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ok 今天的视频